山东自博的小路小巷 路边的小花花 这是一个村庄里面的小区 叫金花村 但是里面 进去晃一下 看人家在小区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区 应该是以前的村庄规划 后来拆迁 然后又建的这种房 我想的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的环境很棒 没有几栋楼 这个小区比较小 看看 这边还有小亭子 健身器材 就没有几栋楼 大概有个十几栋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在山东自博 这个位置 我还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老是打盆点 因为这边有那个法屋 它上面接着那个果实 就是风一吹 那种毛毛 到处都是耳朵鼻子眼睛里面 老是还是老是迷眼睛 所以说这种绿化树 我觉得不好 没有这种好 这种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想这种就没有什么污染 没有什么果实 就是山东自博这边的绿化树 它有一些是这种法屋 有一些不是 我来到这个小区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 发现这个小区 是一个村 叫一个村名 叫一个村名 就感觉到 那么这个小区里面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就来看一看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山东自博这座城市 特别是经常去看我视频的 那么都觉得山东自博这座城市 是非常不错的 有些朋友们说 那你整天可能是拍了一些好的小区 像现在我就是在这种小校里面 走一走 逛一逛 无意间就发 就发现了这个小区 一起一夜 就说进来逛一逛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种情况 应该是说 我不用说什么 就可能可以足以说明一切吧 俗话说 这个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那么我们眼前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普通小区的现实状况 也能明显的感觉到 好像是这边的正在搞建设一样的 是不是朋友们 对面也是一个小区 如果是说等一下 看到有人了 能交流一下是最好了 但是一看 这个小区也见的时间是不短了 也很长了 那这周围的小区都安安静静的 环境也挺好 非常不错 问一问 你好阿姨 这一个以前是一个村庄吗 这个小区 我看这个名字叫一个村 它就是 它就是 有建坏村 有城乡村 以前就是一个村 然后后来拆迁了 这样子安置的还是咋回事 买了 它当年也空间的 它开发的 它开发的 但它家里方都不做的人 以前就是一个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村庄 名字就叫村 不是 不是村庄 也是个村区 就是 也下去 我没听明白 我没听明白 就是空地 哦 都是空地这个地方 哦 然后起了一个名字 叫这个村 这个属于 属于在这个 直播是属于偏一点的地方吗 还是就是属于城区 也是城区 我看这小区 环境挺不错的 是吧 这是建坏村 那边的包一个城乡村 再上那是银红村 它就进一单位上的 进一单位上的 哦 这是切种阁调 哦 那的是中关员房的 哦 哦 那像这边的房子 这房价贵吗 价格有多少 大概 嗯 六七千 七八千 你看你的等位置 他有一百六十万 一百二十万 有多少个平方 一百多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万 八九千 将近一万块 啊 一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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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十多万 一百二十万 一百一十多万 那也就是九千左右 九千多万 家业的房子是吧 啊 家业的房子不大 便宜了啊 这便宜感觉到 反正是也挺贵的 是吧 不过交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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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保的房价 本来就高 行 走了阿姨啊 好 谢谢 这里面它也是一个单位里面的房子 取名字叫一个村庄的名字 大家感觉到怎么样 那反正是一个普通的小区 不算大小区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